是搞不懂中东这么多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怎么看都是有点乱 希望我把他们之间的渊源讲一下 那我今天就做一个尝试 看能不能在近短的时间内 就十几分钟啊 把中东上下四千年的历史 进行一个压缩 这个压缩成分有点高啊 但是您担待一下 毕竟时间比较短嘛 那么其实呢 我在开篇之前 可以简单的做一个中述 然后呢 我再用时间线的方式 把它四千连在体板上展开 这个中书的作用是什么呢 先告诉你各大宗教之间的一个联系 然后呢 你再按照时间线 去一点点看它的演化和进程 可以这么讲 整个地球上 咱们中华文明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这个地球上的文明 在浑水报告看来就是两个 一个是中国文明 一个是中国以外的文明 欧洲和中东地区 它们的渊源相当的深 我先来讲一个中述啊 就是在中东和欧洲也好 它们的文明起源 基本上都是以地中海沿岸 为核心的 那么由地中海沿岸呢 这个东部这样扩散过来 两河流域也好 还是再往这一边 埃及也好 这个是他们中国以外的文明的核心的发源地 那么再往这边去 往北边去 由这边的文明传播过去 就有了后来的欧洲文明 但起源呢 都是起源于一个宗教 这个很关键 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教 那么犹太人的始祖 就是亚伯拉罕嘛 他呢 有两个后代 一个呢 是以什玛利 一个是以萨 那以什玛利这一支 就繁衍出了阿拉伯族 以萨这边呢 通过雅各 这一支呢 就成为犹太人的祖先 先有犹太人的犹太教 再有犹太教呢 繁衍出了基督教 而阿拉伯这一支呢 他们又发展出了伊斯兰教 那么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呢 之前的犹太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他们这里边出现过 好几位先知 他也都认同 但是他们认为 到了他们伊斯兰教这里呢 就是最后一次获得启示 是封印之教 就代表呢 他们这三个宗教 其实之间呢 是有深刻的联系的 而且他们在民族的根源上 是属于同源的 那在现在的中东大社会里边呢 就有一股力量 和他们呢 仅仅在宗教上有联系 在民族方面是没联系的 就是伊朗 古代呢 就称之为波斯 那么大的 这么一个渊源 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咱们通过时间线的方式 待会在题板上 给各位展开 这一小子 那就是一百年啊 公元前两千年 在多一点时间 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个人叫亚伯拉罕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见到上帝的人 亚伯拉罕呢 有两个孩子 我站在这边写啊 一个呢 先出生的啊 是以史玛丽 是一个婢女所生 那么第二个出生的呢 叫以萨 这个呢 是嫡子 由这两个儿子呢 就延伸出两大文明 由这边延续下去的 是阿拉伯民族 以萨呢 他也有两个孩子 而重点要表述的是雅各 这个雅各呢 他就是犹太人的祖先 如果你从这儿看 那你就知道了 中东现在这么乱 其实呢 他们是同主同宗的 两个支脉的后代 在打架 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呀 为了考验 亚伯拉罕呢 对上帝的诚意 就要求他把他的儿子呢 给上帝进行繁祭 就是把东西烧的 只剩灰 一点都不剩 诶 那到了约定的时间呢 亚伯拉罕就带上了 他这个儿子 就去献祭 正要动手的时候呢 上帝显灵了 说哎 知道你的诚意了 你不要动手了 那边刚好 我准备了一只羊 用这个羊来代替 这个就是替罪羔羊的来历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崛起的时候 在他们的版本里 是献的伊斯兰教 那这个就是伊斯兰教 在差不多三千五百多年前的1448年 一个英雄的人物出现了 叫摩西 他们犹太人有一个领袖 到那个埃及做了宰相 就把他们接过去了 后来随着这个犹太人呢 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 对埃及造成了冲击 结果呢 就让埃及把他们给变成了奴隶 最后是摩西呢 带领犹太人逃离了埃及 这个亚伯拉罕的 他的地位有点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炎黄二帝 那么然后到了摩西呢 就比较接近于大禹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了犹太教了 也就有了圣经 所谓的旧约 前五章的内容 据说都是摩西 他说出来的 一直到公元前一千年 也就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时候呢 又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 大魏王啊 大魏王呢 就统一了犹太的各个部落 就成立了一个犹太王国 这个时候呢 就建立了第一神殿 以及呢 开始有了耶路撒冷这个城 这个大魏王的后代呢 就统治了这个区域啊 就差不多是四百年 这四百年里边呢 犹太人过得是风风光光啊 经济也好 文化也好 宗教也好 都非常的发达 哎 是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啊 这个犹太人的生活很滋润 但是呢 民风呢 也比较迷乱 那么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诅咒的日子来了 巴比伦帝王来了 一下子呢 就让这个犹太人呢 遭了七十年的罪 这个是第一次放逐啊 就把他们大量的人给掠走了 咱们之前有个视频谈到过啊 四十万人 那都是王孙贵族 能攻巧匠啊 同时呢 也把耶路撒冷里边的这个第一神殿 也给烧了 但是呢 这个巴比伦王朝啊 他比较短命 过了七十年以后 马上迎来了另外一个伟大的帝王 波斯帝王 居鲁士 由于波斯帝国在攻打巴比伦的时候呢 犹太人帮了忙 所以这个给居鲁士大帝啊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这个犹太人就请求他 你能不能让我们返回耶路撒冷 然后这个犹太人就请求他 你能不能让我们返回耶路撒冷啊 诶 这个居鲁士大帝同意了 既重建耶路撒冷城 也重建第二圣殿 波斯帝国是对犹太这个民族恩重如山的 他同意了犹太人 重返耶路撒冷 还允许他们建立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的一部分一计 还保存到今天 这都为犹太人去追索 他们祖辈留下来的领土 提供了充实的依据啊 那今天伊朗和以色列要打得不可开交 伊朗还说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下去 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啊 其实在1979年 伊斯兰革命之前呢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这历史就是这样啊 不会有一个王朝一直长胜不衰啊 好不好的又崛起了一个伟大的帝国 这个时候一个英雄又出现了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希腊王朝 这个期间犹太人就没有自己的国家了 哎 他变成了其中的一个省 在希腊帝国时期呢 犹太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 时间就被历史推到了公元零年 这个时候又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就很重要咯 耶稣 耶稣呢 说他是上帝之子 但这个时候的巴勒斯坦地区 是被谁给统治啊 被罗马人给统治了 罗马人能接受你这一套啊 你在我的土地上 你号称是上帝之子 说你是君王 就把耶稣呢钉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耶稣的弟子保罗 他整理出了圣经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约 由此呢才有了基督教 那么犹太教是比基督教 早了差不多一千五百年 哎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和渊源了 但是在耶稣殉难不久 犹太人的厄运 又一次降临 第二次被放逐 这一放逐 可就不得了了 一直到1948年 以色列建国 中间呢 差不多有一千九百年 流落于世界各地 就最近几年呢 在整个地中海沿岸 就发现了很多两千多年前的文物 现在他们以色列的小孩 上过小学的人 拿出这个两千多年的文物 直接就能念出上面的文字 犹太人这两千多年 对传统的坚持 那也真是厉害 那如果这一个大的中阔号 把这个第二次流放讲完 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呢 当然不是啊 到这儿故事才算是刚刚开始呢 高潮还没来 高潮在哪里诞生啊 公元632年 又诞生了一个神人 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崛起了 阿拉伯帝国也崛起了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在651年 曾经的波斯帝国被征服 开始伊斯兰化 但是呢 在对正统伊斯兰教的认同上 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以波斯地区为代表的 他们只认同 四大阿里发当中的阿里 而认为其他三位呢 都是篡权的人 那么信奉这个 穆罕默德 直系血统传承的 就被称之为什叶派 而其他的 称之为迅尼派 那如果用中国人能理解的词汇 来形容这两种分歧 你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可以把这个 什叶派理解为是佛教的小乘 小乘不是遵循原始教义吗 然后迅尼派可以理解为大乘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区别 从这个角度 你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到这里呢 人类世界的四大主流宗教当中 的三个就已经基本成熟了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他们之间的这个历史啊 就有这么深的源源 那这个耶路撒冷 为什么说是三个宗教的共同圣地呢 关于犹太人好解释嘛 是他们的祖先 他们的先知 他们的英雄 最早建立了耶路撒冷城 并且建了两次神殿 那对基督教呢 耶路撒冷又是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地方 对伊斯兰教呢 又是他们的第三圣地 第一圣地是麦迦 第二圣地麦迪纳 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啊 再往后 1096到1291 这中间呢 又发生了十字军 东征 差不多打了两百年了 欧洲大地和中东地区的文化和文明 就开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要画一个重点 1271年 东方崛起了另外一个彪悍的民族 蒙古 在咱们中国人的印象里啊 这个元朝的存在时间很短 只有九十多年不到一百年嘛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这蒙古 对于除了中国以外的 亚欧大陆的影响 那是好几百年了 非常非常深刻 由于这样一种深刻的变化 在中东地区 又诞生了一个长达六百多年的 庞大帝国啊 谁呢 1299年到1923年的 奥斯曼帝国 就是土耳其 牛吧 土耳其也是伸出名门啊 所以在中东地区 他的想法也特别多 他是在一战以后啊 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啊 他曾经也是地域相当广阔的大帝国来的 今天的土耳其 有这么大 只剩下这么一丢丢 你想一想 犹太人有富国主义 土耳其难道就没有复兴大帝国的这种梦想啊 那至于1760年以后的世界 就这一段 人类开始就翻篇了 这个时候在英国诞生了工业革命 所以你从这里看 公元前两千年 一直到这里 这四千年当中啊 人类进步最快的是后面这一小段 而前面呢 这一大段的时间里 基本上都是宗教文明 在推动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啊